這次通過的憲法條文有十條 接下來的憲政改革更堅持 例如總統選舉方式都必須加以添討 民進黨在台北市發動的遊行活動今天持續地展開 民進黨從各縣市黨部動員了許多的群眾 國內部分社運團體也加入遊行的行列 訴條的口號主要是要求總統直接民選 背負國民大會和釋放政治犯等 國民黨說民進黨執掌省政之後 中國一定會鼓勵犯台 各位相信國民黨掌控了國家的軍隊 掌控了國防大權 今天國家的安全社會的安定是國民黨的責任 省長有民進黨的人來幫 跟台灣的國家的前途有什麼關係 我們要不分黨派共同努力奮鬥 建設更美好的台灣省 宋楚瑜省長在連院黨支持後 隨即發表就職演說 我們均衡橫向的發展 革新行政的工作 照顧弱勢的族群 為邁向公元2000年的現代化省政 現代化的國家而努力不懈 確定獨定當選之後 新任政府總統李登輝和聯戰 聯媒來到位在台北市巴德路的 李連全國競選總部 總統說3月23號這一天 2100萬同胞 為民主做了最佳的見證 進選已經過去了 就從現在開始 希望大家展開心胸 一來團結 好嗎 好 好 有一位候選人不見了 他不只是現在不見 他全部選舉像一個隱形人一樣 我覺得他是他政黨競選的傀儡 因為他的那個黨 根本就不敢面對選民 執政18年到處只有垃圾 光天花日之下 連現場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他還有什麼臉面對我們選民 好 就我個人來講 我應該了解得到 我自己的能力如何 是不是有充分的準備 能不能夠得到 更多前輩相親的協助跟支持 宋楚瑜先生呢 要革國民黨的命 要革大家的命 對於國家的安定 本黨的團結造成重大的影響 本人在這裡代表政府 因為沒有能夠有效的達成救援的工作 向社會和國人致歉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燃起反核民眾希望 對民進黨核四停工的承諾 只維持了三個多月 在朝野傾嘎下不敵各方壓力 百日後宣布復工 我們在這個地方 宋楚瑜從來為自己沒有向群眾來消費擺動 行政院在中午下達 和平醫院的關閉指令 而在第一時間 醫院早已亂成一團 我們都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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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邊隔離 我們在這邊隔離 還要照顧病人 為什麼 我們內心感到無比的沉痛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場漫長的戰爭 任何戰爭都不可避免的 有人員傷亡 陳日本總統的掃街車隊 下午來到了台南市文賢路上敗票 突然一陣鞭炮煙消濃煙 副總統突然覺得膝蓋一陣疼痛 低頭一看 已經鮮血直流 就在同一時間 陳總統覺得肚皮一陣灼熱 西裝外套一個彈孔 安全人員這才警覺 總統副總統遭到槍擊 高雄縣岡山捷運工地的太勞宿舍裡 傳出了一千七百多個人暴動 管理室被燒毀玻璃吊滿地 直到鎮報警察以及鎮報噴水車到場 持續才總算控制下來 國民黨媽主席他所說的 台東也是我們台灣人民的選行 如果這樣 阿扁啊 今天所做的決定 相繼國統會 應該要在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角度 阿扁啊 說下去 就要跟民主說 要來比八面這種政治 阿扁 阿扁啊 要讓大家說 阿扁錯了嗎 阿扁錯了嗎 沒有 阿扁 阿扁錯了嗎 阿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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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很幸福 一方面的感恩 有七百六十五萬人民支持我們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要謙卑 因為還有五百四十四萬對我們有意見 但是請放心 不論是支持我們的 或者不支持我們的 我們將來都會到自己的國民來看待 我們照顧一個對象 我們會先問是藍還綠的 我們希望該做的就做 我們選擇在台灣的戰鬥 這個才最重要 當我們拿回政權的時候 是責任的開始 承擔的開始 不是藍權的開始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容許 日本人規法藍權 這一點馬英九說到做不到 我想告訴你 我們跟中國前ECFA 它的衝擊將遠遠超過WTO對我們的衝擊 中國現在的產業結構 對於我們在很多的激素低階的工業產品跟農業 將造成很大的衝擊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衝擊 我今天競選連任 不是為了我個人或者貪圖這種職位 我真的是為了台灣的未來 為了下一代的幸福 能夠把我的台灣夢 跟各位的台灣夢都能夠實踐 讓我蓄積更大的勇氣跟能量 帶領台灣人民逆風高輝 恭喜大家 我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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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鄉親 我們贏了 但是我們要像四年前一樣 高興一個晚上就好了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他們都來送彤仲秋 主辦單位宣稱已經破20萬人 台道上滿滿的白衣民眾訴求真相大白 沒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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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上 離開出去 離開出去 離開去 現在可以去洗衛門對 看到江西敏也會 你們可以去洗衛門對 你們知道你們 沒有女人 就想要能夠 MARC 還會對情侶 還會對情侶 告别核电 用爱发电 送走核废 怀我干净的土地 在这里我要以总统当选的身份 对民主进行党 全体党公职人员 下达第一个命令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台湾人民不分蓝绿 不分政党 不分主席 在新的时代里 一起为改变这个国家人员 这就是蔡英文的承诺 如果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 东西卖得出去 人进得来 高雄会怎么样 发大台 总统蔡英文作者 云豹假车大阵掌勘灾 前面还有一卡车媒体 背后还有摄影官 让人有辅选 败票的错觉 居民气到把他从云豹假车上 红下来 要滚人啊 好 好 好 有没有 老大用 走 2020年 韩国瑜在这里郑重宣布 我准备承担任何重要职务 为了中华民国 不惜反正对国 韩国瑜 韩国瑜 这一年多来 对很多人来说 真的很漫长 各位终于可以 不用焦虑了 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会在街头狂欢 但是呢 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 可以回家好好睡一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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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